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代波剧人气榜更新,诚意新剧第一,吴磊新剧第二,扬超越新剧第四 近日,德塔文影视观察发布了最新的代波剧景气指数排行榜 这个榜单是根据统计代波剧在各平台自发的讨论数据 而排出的人气指数排行榜,在业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近日,德塔文影视观察发布了最新的代波剧景气指数排行榜 这个榜单是根据统计代波剧在各平台自发的讨论数据 而排出的人气指数排行榜,在业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诚意和张宇希主演的电视剧《南风之我意》 因传出即将在优酷播出,而获得了一定的讨论度 两人之前合作的古装剧《与军歌》播出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好好的一部帝王跟女侍卫的爱情剧 被演成了太监和宫女的对时剧 也让两人招致许多嘲笑 这次两人合作的这部现代剧 除了被爆出的剧情狗血老套问题外 诚意的现代装一直被吐槽十分普难 没有苏感,有微波先铺的预兆 排在榜单第二名的,是吴雷与赵路斯合作的电视剧《星汉灿烂》 《星汉灿烂》是一部宅斗剧,与之前大爆的宅斗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是同一个原作者 因此获得了许多关注 而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吴雷与赵路斯也是第二次合作了 之前两人在长歌行中就有过合作 寥寥无几的几场对手戏 也让观众大呼有CP感 想看年轻的弟弟妹妹谈恋爱 于是两人就迅速的合作了这部剧 也算是给冷门CP粉门发糖了 排在榜单第四位的事先侠剧《仲子》 《仲子》这部剧好歹也算个IP 当然放出风声要影视化的时候 可是把娱乐圈有姓名的一二线年轻演员都溜了个遍 博了好大的关注度 可惜溜来溜去 最后定了一群选秀出身的小爱豆来演 自从选角官宣后 这部剧基本上就可以当成烂片来看了 选爱豆来演戏的剧组 根本就没有想要好好作剧 最后的成片会怎样 也可想而知 排在榜单第七名的 是罗云熙和白露主演的仙侠剧《长月静明》 从原著的剧情来看 《长月静明》是一部注定要魔改的剧 因为男主的人设 不大概是很难影视化的 原著中的男主某种程度上也并不讨喜 只能戳中少数爱暗黑并交人设的群体的萌点 无法接受大众的检视 白露自从演过《周生如故》后 在古装扮相上也找到了合适的路线 这次《长月静明》的定装照看着 比之前的古装扮相讨喜好看很多 不过这部剧的选角很绝 只要编剧稍微靠谱一点 成片应该不会差到哪去 还是可以期待一波的